上午海交会马祖馆正式亮相 现场精彩的武士表演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拍照 馆内琳琅满目的马祖特色商品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在今年的海交会上 马祖馆以马祖观光旅游 重要产业马祖高粱酒等特色元素为主题 通过现场品鉴交流推介等形式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马祖特色坑道酒窖 和浓浓的马祖高粱酒香 这是我们最有特色的商品 那它是用成年的马祖高粱酒跟我们的咖啡结合 然后变成一个罐砖的气泡咖啡 喝起来会类似精亮啤酒的口感 现在已经销完台湾的全部的各个潮山这样子 据了解在马祖县政府带领下 马祖纠常已经连续参加了多届海交会 海交会也为企业提供了两岸经贸交流的良好平台 上午福州市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十条措施 重点围绕支持设立福马产业园 支持马祖设立两岸经贸集散中心 便立马祖居民在福州就学 职业资格认证 购房贷款 方便两岸旅游 马祖地区企业申报福州老字号等方面 此番借助福马同城生活圈 先行先市首批政策发布的东风 马祖地区以及在福州登记注册的台资企业 又迎来了一波新的发展机遇 福州跟马祖语言 饮食文化 其他民族文化 包括酒的文化 我们都是很接近 所以在福州这个地方是非常OK的 只要是我们有类似这样的展会 或怎么样 我们都会来参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